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 就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了主耶稣基督 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形 在那里他受到君王一般的欢迎 那这些百姓为什么欢迎他呢 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吗 那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记载 是因为这些欢迎他的百姓 听了那些见证过耶稣基督 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人的讲述 就是他是使人复活的 这样一位先知 所以这是众人欢迎他的原因 因为他行的是这样的神迹 在人看来呀 这可以说是耶稣的高光时刻 因为他进入了 在圣城居然都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 所以连那些看重智慧的希腊人 也来寻找耶稣 因为他们知道人的智慧 悟性在死亡面前非常的苍白 毫无帮助 但耶稣却对那些寻找他的人说 就是说出来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话 就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如果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食伤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只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这句话对那些寻求智慧的人来讲 也是非常有智慧 是否非常哲学的一句话 但这却是不同于人的智慧 只是来自天上的智慧 一粒麦子当然指主耶稣基督自己 若在地里死了 指他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 但十字架的意义不只是受苦 十字架最终的目的是 使生命得到释放 十字架是死而复活 介绍死结束旧造 介绍复活显明心造 但当一个人不肯放下自己 就注重追求肉体的满足 以世界的事物作为喜乐的源头的时候 属灵的生命一定就会萎缩 人要得到永远的生命 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 介绍死 结束旧造 介绍复活显明心造 这个死与活 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怎么能够死旧造 死亡 心造 显明呢 其中关键一点就是顺服 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来 在约翰福音的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的经文里面 耶稣就展现了他自己的顺服 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都能感受到 主耶稣基督的柔和与谦卑 使徒保罗在菲利比书二章 告诫信徒要效法主耶稣的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主耶稣如何能够做到谦卑呢 他的谦卑是以顺服为前提的 没有一个顺服的生命 谦卑都是空的 那十二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记载了耶稣也是耶稣的祷告 也是他与天父的另一次亲密的对话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主耶稣是完全的人 他会流泪 也会忧愁 忧愁这样一个词 在这个地方生动的记载了 作为一个真实的人 耶稣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的心情 他紧不住的呼求祈祷 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 但主耶稣知道 这不是父神的旨意 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悖逆的世界 就是要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 使信告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 所以他紧接着说 但我原为这时候来的 一个但字就生动了 记载了主耶稣的顺服 他的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十字架 他再一次呼求父神 顺服的说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十字架会给耶稣的肉体 带来极大的痛苦 但若是父神的旨意 能荣耀天父的名 主耶稣就甘心顺服 主耶稣在地上所显现的 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的生命 天父对耶稣的祈祷的回应是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耶稣在地上的圣公 已经荣耀了天父的名 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 还要再荣耀天父的名 所以弟兄姊妹 荣耀神是神把我们从万人中 拣选出来的目的 在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人生路上 就是一个死就造死去 心造活出来的一生 而顺服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 意思可以说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根本 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荣耀神 但是我们能荣耀神是以顺服为前提 愿我们在新的一年 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对付老我 活出圣迹的生命来 听道心道 只有这样 那个神的国才能够在我们的服事中 得到彰显 也使我们成为神赐他人恩福的亲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不但把我们从万人中拣选出来 主啊你介绍你在世上 你所做的一切 主啊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主啊当你道生肉生来到世上的时候 你完全地活出了天赋的如美来 你是一个顺服的 你为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 主啊今天我们走在人生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 走在这个永生的路上 顺服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 是我们对付老我 能够成为听道行道的人的一个 最根本的生命的必须 恩主就求你 在新的一年里面 代理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 主能够见证荣耀你 也能够成为你赐他人 你见我们赐他人恩福的 这样一个圣洁的静明 在万民中见证你 传扬你 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 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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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